在以色列无论男女只要年满18岁 除非身体有特殊的残缺都需要服兵役 但是极端保守的犹太教徒哈瑞迪教徒 从建国以来就以宗教为理由 持续办理缓征免除兵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以色列国会正在审理征兵法案 征召哈瑞迪教徒 当地时间周日 有30万个哈瑞迪教徒上街抗议 哈瑞迪教徒认为 世界的和平由神主宰 研读犹太律法跟祷告 才是最重要的事